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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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昨天說了一個反應它的K值 是跟什麼有關 熱力學有關 對 跟熱力學有關 free energy yes free energy free energy 跟free energy 有關 那free energy 還記得這個式子嗎 這個嘛 所以 當一個反應 達到平衡的時候 是Delta G 這個有一個 對不對 等於0 然後等於Delta G 0 所以也就是說 對它的G0 故 Q 但是因為你正在 它已經達到平衡了 所以它的那個Q 其實就是K了 對 所以也是因為這一個 K 跟得它G0的關係 那是源自於 對它G0 OK 所以我們延續著熱力學 我們再重新回過來看平衡的問題 同學幫我把燈關一下 所以我們昨天跟大家解釋了 為什麼同位互融 它背後一樣是由熱力學在操控的 好 還有簡單的酸鹼的概念 那這個以前大家有學過 有不同的幾種酸鹼學說 幾種不同的 有這比較熟悉的就是這三種 阿瑞尼氏酸鹼 還有 羅雷的酸鹼以及 羅雷氏酸鹼 譬如說 好 那從這一些酸鹼 我們在討論酸鹼的時候 當然不同的酸 它有不同的K值 那我們會說有不同的強度 所以有強酸、弱酸 那鹼也有強鹼、弱鹼 那基本上的話就是這一些 不同的強酸、強鹼、弱酸、弱鹼 它們之間的Interplay 還有它們所形成的鹽類 所以我們一般怎麼去界定一個酸 那是強酸 解離 解離的程度 解離的程度同時也會反映出它的K的程度 解離越完整 越完全 程度越完全的時候 那就是越強的 如果是酸的話就是越強的酸 那如果是鹼的話就是越強的鹼 所以可以從幾個指標來看 比如說你從K值來看 越K值越大的時候是越強的酸 那越小的話就是比較弱的酸 或者是它最後達到平衡的時候的位置 那也換句話說就是它反映完全的程度 它如果position of the dissociation equilibrium 是在很右邊就是它幾乎通通都過去到右邊 產物的這邊的時候 那它是屬於腔酸 但是如果說far to the left 就會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方法 或者是說它大部分還是在 還沒有解離這種HA的狀態的話 你去比較它平衡的時候的濃度 幾乎百分之百解離的話 解離得到的氫離子的濃度 會近似於原來的酸的濃度的時候 那是百分之百解離 那是強酸 那不然它就是弱酸 那strength of the conjugate base 越強的酸 它的共2-是越弱 就是越弱的共2- 所以strength of the conjugate base 它的共2 這個字是共2- 然後conjugate 它的共2- 它如果是越強 HA這個是強酸的話 那它的共2- 這個A-就是弱酸 那如果反過來 如果它是一個弱酸的話 那麼它的這個共2- 就是屬於強酸 那它這個有一個比較的基準 然後就是跟水去做比較 好 所以我們可以來看幾個例子 像是這種乳素 乳素跟H形成的酸 那有哪一些因素 會去決定這個酸 它是強酸還是弱酸 從分子的間解來看的時候 跟極性有沒有關係 跟極性或是跟這個健能 它的健的強度 會有關係嗎 譬如說乳素族 它有可能有HF HCR HBR HI 好 那 它哪一個是最強的 健強是最強的 HF 你可以從這邊bounce strength 健能來看 健能越強的時候 這個其實可以很直觀的去思考 那這個HF 它之間的bombing越強的話 它能越容易拉得開 越不容易嘛 所以它的解離的話 可能就是沒有辦法百分之百完全 所以它是屬於弱的酸 那以這四個來看 它溶於水之後 這個HF 這個HF它是屬於弱酸 其他的都是屬於強酸 也就是說它的解離程度都是屬於大的 所以bounce polarity 極性越高的時候 它是一個越強的酸 或者是bounce strength的話呢 你從bounce strength來看 它的健的強度越弱的話 它是越好解離 所以是越強的酸 我們之前不是有討論到polarity的問題 partial正 partial負 對不對 那你如果到它的polarity很高的時候 它已經有一點近似於離子的狀態 它有離子的那個character的特性存在了 所以那個時候會比較好解離 好 酸我們常常看到很多不同種類的含氧酸 不同種類的含氧酸好像這個 含氧 綠的這個 這是什麼 過氯酸 這個 綠酸 這個 亞綠酸 這個 紫綠酸 好 好 英文 chlorine acid chlorine acid chlorine acid 好回去複習一下 那個mine 好 那所以有含氧的這種 有這一些 然後那個瘤酸的話呢 有瘤酸 亞瘤酸 然後硝酸 亞硝酸 通常這種含氧酸 它可能有不只一種的形式 不只有一種帶氧的數目 那通常氧的數目越多的時候 是越強的酸 還是越弱的酸 越強的酸 你含氧 你帶著氧 就以同一種這個範圍來看的時候 它的氧的數目越多的時候 它是越強的酸 像這個瘤酸 亞瘤酸 你看它這個是比較強的酸 它這個稍微弱 那瘤酸跟亞瘤酸來比的話 這個是比較強的 好 這一種含氧酸 統稱 泛稱 叫做Oxy Acid 就是含氧的酸 好的 For a given series the acid strength increases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oxygen atoms attached to the central atom 你一樣的數目好這邊 the number of oxygen atoms attached to the central atom 越多的時候 它就越容易解鈴 或者是從電腹度的角度來看 你也可以從電腹度的角度來看 電腹度越強的時候 它是越強的酸還是越弱的酸 越強 越強 越強的酸 然後它拉電子的能力越強 好 所以the greater the ability of 某一個這個 某一個原子 它 draw electrons towards itself 的能力越強的時候 那它就是越 它的酸性就是越強的 那這個概念跟錄乙氏酸那邊 是有相關的 所以你看它這個 Hocl Hobr Hoi 這些 它的 attach 中心原子是這個 你去看它的電腹度 以及它的kA之間的關係 你可以看出來 它電腹度越強的時候 kA值 字有點小 但是這邊是越大的 這個是強酸弱酸酸的強度 有幾個依據 你可以去判斷它的酸減度 是強的還是弱的 那強的的話 我們總體來講 就是它解離出來的氫離子會越多 所以氫離子的濃度會越高 那我們一般習慣上是用pHscale 來描述 這個關係應該大家很熟吧 pH就是-log這個H正 這樣子的關係 那一般呢 一般呢 是以中性 pH值是7為分水0 pH值小於7的時候 也就是它氫離子濃度大於10的負7的時候 屬於酸 反過來如果pH值是大於7 或者是說它的氫離子濃度是效率 小於10的負7的時候是屬於碱性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的計算的方法 這之間的轉換會 又常常算對不對 如果氫離子濃度是A乘到10的負B次方m的時候 那你可以去簡單算一下 你就是負到H正 那它可以簡化變成這個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應該不用開贅述吧 不用好 所以這個是很基本的酸解的定義 那我們一般都在討論pH值會介於0到14之間 pH值會不會是負的 有沒有可能負的啊? 會喔 也會是負的 負的之後是什麼性性? 那個強度很強的時候 就是說酸它的濃度是10m的時候好了 你可以去算一下它的pH值 所以pH值它是有可能是負的 通常pH scale usually 通常是在0到14之間 但是有的時候你也會看到 對於一些某一些特別強的酸 在很高的濃度的時候的話 它的pH值是有可能是負的 比如說12m的6酸啊 然後11m的這種m酸啊 但是通常在這種很強的 又是強酸濃度又很高的情況下的話 一般的pH meter會失效 也不是說失效它就會不太準了 會不準 好 這邊 這邊 怎麼講 You cannot use a glass pH meter to get an accurate pH measurement under extremely high extremely acidic conditions 因為在很酸這種極端的情況下的話 它的那個一般 我們是用 有用過pH計嘛 pH meter 對它的那個測量的時候的話 它的準確度會受到影響 好 那它pH跟pOH的關係呢? 其實你不管它是p什麼 這種p的scale p something px好了 那就是負的log 10的 就是負的log這個x的濃度 x x something pH 等於負的log pOH 那就是負的logOH pKA 那就是負的log ka p something 就是負的log 這種p scale 那所以我們常常在討論的 除了pH值之外 還有pOH 或是p 這種kw 那你取負的log 就是這個 然後你倒下來 你取它的負的log 取它的pscale的話 就變成這個 這個就是pkw p something 對,負的log something 然後這個就是pH 這個就是pOH 對不對? 好,所以從這邊 這個昨天產品 就是幫大家複習過的 這邊不是新的東西 是複習的 水的離子機制 是吧 10的負5 14 對不對? 10的負14 那所以pkw就是什麼? 14 14 14等於pH加pOH 所以這兩個值相加 永遠都是等於14 在討論酸的時候 有三種最經典的計算的題目 讓你去算 有一些很常見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大家都很會算 這個 第一種提型 比如說去 當然你去記住 從它的equilibrium的concept 它在什麼時候達到平衡 然後去推算出它的kH來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變化題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 給你它的酸平衡常數 酸解離常數 然後你去算出它的解離率 這個應該一開始學的時候就學過了 對不對? 那或者是開古的ka跟pH之間的關係 那所以這幾大類型的題目 可以幫大家稍微複習一下 那還有一些更進一步衍生的 我們也慢慢等一下一個一個來看 那只是這邊先幫大家提點一下 這幾複習一下 有這幾大類型的題目 這個應該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吧 連它的ka值應該都背得起來 酸 素酸 那素酸是一個強酸的肉酸 肉酸嘛 好 肉酸 那所以你詳細寫的話 應該要把水跑進去 那這邊就是這個H3O症 好 那所以ka 它的描述都沒有這樣 水為什麼沒有放進去? 水為什麼沒放進去? 水為什麼沒放進去? 它是不是有跟大家講過? 跟什麼有關? 蛤? 水為什麼不放? 水為什麼不放? 水 活度 欸 對 跟活度有關 黃哲也有提出來 我們上次說了跟活度有關嘛 那活度其實我們在樂意學上 真的要正式的 official去描述一個平衡常數的話 其實都是某一個濃度 跟它的reference的濃度 有一個reference state的濃度 那大部分的物質 它的reference state都是1 如果現在討論的是 這種濃度的單位的話 都是1 所以我們會來把它消掉 也就是因此 所以聽的常數沒有單位 對 那但是呢 對於一個純的liquid來講 比如說水好了 你如果真的要寫的話 水是不是應該放在下面 那水的reference state是什麼? 1 是他自己啊 是他自己嘛 好 所以連相組就變成1 活度就是1 對 那所以那個就不出現了 出現了這個幾個這樣子 好 那從這個基本的描述方法 然後去做一些計算 譬如說這邊有一個題目是怎樣 要你去計算 take away the concentration of various species 這各種可能出現的物種 它在一個0.15m的觸酸流域當中 那 這個可以直接用多影片帶來大家看 不然你就把它70的濃度寫出來 比如說0.15m那就再進去 0.15m 你記得我們說 iSpar initial change 還有到最後的equilibrium iCE 這種 好 所以他變化的話呢 我們假設他過去X好了 那右邊就是XX 對啊 平衡的時候的濃度會是這樣寫 1.15-X 另外那邊XX 然後把它帶到KA的描述方式的音樂去 嗯 然後帶進去 他KA給你的是一個已知的值 是1.8乘上值的負 然後去解X 接X就得到了 好 就可以得到 好 那有的時候你還可以去做近視 如果說磨一個酸 你看他的那個KA值很小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X 呼躍不氣 可以加速我們的計算 通常在10的負以下的話 就可以consider算是肉酸 好 算出來 解除X 好 他這個上面就解了 這個大概應該會解 解出來的 等於這個1.6乘上值的負3M 那對於氫離子或素酸 可能都是這個濃度 那素酸呢 素酸的濃度 就原來的減量X 對於這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是屬於一個肉酸的關係 他這邊其實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還是近似於0.15 解離率怎麼算 解離率怎麼算 因為現在的濃度分支解離過去的 然後乘上百分之百 你就可以去求出他有多少百分比解離 好像剛才的這個觸酸的例子 一開始的時候是0.1乘 那解離過去的 就是變成有反應過去變成H症 分是有負的 是這麼多 乘上百分之百 所以他的解離率的話 就只有百分之1.1 這個應該也不陌生吧 這個部分很熟悉的舉手 要放心對自己有沒有信心嗎? 這個部分 應該 國中就講了嗎? 國中沒有 國中沒有 高中了 好 高中就講了嗎? 好 來要恢復記憶一下 那減的話呢 其實很像依此類對 對不對? 你就是把減的解離的式子寫出來 然後接著解離的式子 好 然後他的KB 一樣都是K 只是說因為現在特別針對的是一個減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KB 但這個其實都是我們 如果以後去把它 明明出來 它是A還是B還是W還是SP 但是都是一個K 都一樣都是平衡常數 所以他的大原則都是一樣的 好 這個KB的描述方法寫出來 那往往後去 要你去算出來 比如說OH你算出來多少 然後要你去再接著算PH等多少 那你就根據這個PH跟POH 相加要等於14的這個關係式 你就可以掌握一個酸的容易或鹼的容易 它裡面的每一種不同的species 它的濃度多少 這個人很常用 PH跟POH加起來是14 那常常會遇到一些酸 它不是單子子酸 什麼叫單子子酸 只能解出一個氫離子 但是往往很多的酸 它是多子子酸 就是它可以解離出不止一個氫離子 那通常這種多子子酸 它在解離的時候 是怎麼發生的 同時嗎 先一個 一步一步的 先一個 一步一步的 而且通常第一步是最好解離的 K是最大 然後K2 第二個比較通常會就不那麼好解離了 然後如果有第三個的話 就更難 那所以這邊 可能你們需要再多花一點時間 開始複習的是多子子酸 以前有算過多子子酸的聽聞嗎 有嗎 多子子酸 那一個給你一個濃度 一個多子子酸的濃度 所以零酸的濃度好了 那要你去算出它所有在這一杯溶液裡面 可能的離子 它的濃度有多少 或是它的flexing 它的百分比有多少 還記得怎麼算 通常第一個K一定大於K有一個大於第三個 那通常對於一個 一般來講 Typical polyprotic Polyprotic就是多子子 多子子 Polyprotic S就是多子子酸 通常的話是第一步的解離的那一步 是對pH值 是決定了pH值大小的 因為後來的那幾步也是有 但是通常它的contribution就不是那麼的大 好 我們這邊的話 用黑板來做一些例子好了 來那個誰 有人請你幫我打 幫你打 這邊會涉及到第七章第八章 第七章講的都是一些酸 其實七八兩章 都可能就應該跟我們一起合在一張來看 都是相關的 然後除了基本的酸檢的計算之外 這邊還會衍生到通離子效應的問題 還有那個緩衝容易 緩衝容易 指示劑等等這些 都是跟酸檢平衡相關的問題 還有PSP是鹽類的平衡 好 我們先從最簡單的強酸 好 如果對於一個這個是鹽酸嘛 它強酸1m的時候pH值是多少 0嘛 對不對 好 零 通常其實在考論酸檢 你要考慮到它這裡面有哪些 到底有哪一些反應在進行 那對於這個來講的話 它是HCl H正 Cl- 但是其實同時還有什麼 水的 水的解 字解裡也在發生 那但是因為這邊是強酸太強了 所以最後的氫 其實是由它來決定的 那它這邊1m的話 它完全過去了嘛 所以pH值就是等於什麼 那氫離子的濃度 對於HF的話呢 這是剛剛其實復習過的 其實這邊看 有減入南 所以你要怎么写 1-x xf 如果ka是多少 7.2乘以10的故事 所以去解 好 这个应该 快要可以闭着眼睛都可以算出来 那如果现在是一杯溶液里面有混合的酸的时候怎么办 如果说现在有1m hcn 跟5m的亚酵酸 HnO2 有两种酸混在一起 那你怎么去决定它的pH值 像这样的题目要怎么算 如果一开始思索还没办法马上找到策略的话 你就先把它的解离式子先写出来 或者这一杯溶液里面它可能涉及到有哪些反应 比如说这边的话呢 它是有可能会有这个反应 还会有什么 还会有HnO2的 水的 还会有什么 水的 水的 对不对 好 那你觉得哪一个会dominant 哪一个是比较重要的 的 的氢离子的来源 亚酵酸这一个对不对 可以判断出来 所以呢 亚酵酸这一个你就先来算 然后带进去 好 通常你一个题目你有 可以一步一步有循规道矩的方法 那有的时候你如果做了适当的 对的假设的判断的话 可以加速你得到你最后要的结果 那像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去判断一下 这两种不同的酸 虽然都是弱酸 但是它的Ka值差的多不多 差很多 所以也就是说 它大部分的氢离子 会来自这个HnO2的贡献 它也会有 但是它的贡献一定是很少的 那水那边呢 水应该也很少 对不对 水是更小 它Kw是吃的-14 所以你可以先第一步先 从亚硝酸的解离 它本来是5嘛 -XXX 其实这边还会有一个来自它的 对不对 甚至是来自水的 但是因为那个都很小了 所以你可以先把这些都先考虑不济 然后就先算出 纯粹是亚硝酸这边的X 那你这边的X解出来之后 就是基本上就是由它来决定 最后PH值的大小 那如果说它屏幕还问你说 Cn负的浓度的话呢 那你再来考虑 这一个 这一个Hcn 它的解离 那你把它解离写出来 那其实它本来1嘛 所以它如果解离过去 过来Y的话 清理子的浓度应该照理说是 还有来自亚硝酸这边的X加Y 就是来自它这边的Y 然后它这个Y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很小 跟X比较起来的话它很小 所以可以忽略 忽略你就基本上 你就直接把这边的带进去就好了 好 所以你从这边就可以 所以把它4.5乘上负2乘上Y 然后1-Y 它要等于 这个Hcn它的K 是6.2乘上10的浓试 好去解 解出来就是Y的值 Y的值就是Cn负的值 然后它这个解出来的话是 Y就等于 Cn负1.4乘上10 8 好这边都还是单子子酸 这个是两种单子子酸 混在一起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多子子酸 好如果现在问你 要你去 去Estimate 去估计在某一个特定的PH值的时候 一个多子子酸 它所涉及到的不同的离子的比例是多少 比如说碳酸的 碳酸它会有 这个 它有这个 碳酸氢根 以及碳酸根 好 好 比如说在PH值9的时候 好了 你怎么去算 式子可以先写出来 它的解离式 好 然后它会第二步解离 第二步解离 好 好 那所以 Fraction 它问Fraction嘛 比例 所以它的Fraction 我们用F来表示 碳酸氢根的Fraction 你要怎么描述 碳酸氢根 因为所有的 这三种 Species 都是由这个碳酸衍生出来的 所以它们这三种加起来 如果是等于全部的话 那它的Fraction 就是原来 这三种 好 这个没问题吧 没有 那这个 这样子的比例 你要怎么从Ka值 光从Ka值 跟PH值 你就把它求出来 好 再说一次喔 你要如何 针对一个多子子酸 你要如何 从它的Ka值 就判断出 它在特定的PH值下 它某一个Species的比例 甚至是浓度 怎么去计算出来 从这边来 你看喔 如果你从这边在衍生 你把它分子分母 同除以这个好了 同除以HCO3- 同除 同除的话变成什么 对不对 同除 那所以它就变 它除它自己嘛 好 然后再来这一个 好 那这边能不能 从这里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知道 它的比例的话 我们只需要知道 这个的Ratio 这两个物种之间的比例 以及这两个之间的比例 那这边的比例 是由什么来决定的 Ka1跟Ka2 所以你看喔 这边的话 这两个的比值变成是什么 你把它稍微调换一下 这一个的比例 是不是就是Ka1 除以H正 对不对 好 那再来我现在还需要 这一个比值 这一个比值 那这一个比值是怎么算的 这一个比值 这一个比值 就是Ka2 除以H正 诶 等一下 我现在要上下 对上下颠倒 你说哪里写颠倒 这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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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的话 变成是Ka2 H正 好 好 所以你从这边它的比例 跟它Ka 对应到Ka跟清理子的关系 也就是说你这边 可以 这一个比例 就直接从这边来 好 好然后 它给你 它问你也是在PH9 所以就是清理子在施的-9的时候 那通常Ka1 Ka2 会给你 所以这个是Ka1 Ka2 已知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从这样子的关系 是很简单的算出来 很直观的去算出来 在某一个特定的PH值下的时候 碳酸氢跟它占的百分比是多少 好 那接下来就是去解而已 那你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去算其他的物种 其他物种 比如说 H2CO3的呢 那就是这个分子 H2CO3 好 如果要算另外一个 它这个 碳酸的时候 那分母还是一样是这个嘛 分母分之H2CO3 那只是计算上面会有一点小小的不同 但是大同小异 最高指导原则一样 你就把它再除 分子分母同除以H2CO3 所以这边就变成自己除字子 好 然后另外这边呢 变成是HCO3除以H2CO3 那你从这边的关系是可以得到 好 然后再来CO3-的 CO3-的时候 好 好 那你这边的话就是要稍微去做一下调动 那最后你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去基本上去manipulate这两个式子 跟它的K1K2的表示方法 可以吗 这个的值你必须要这两个式子同时相加之后 你才可以得到 这个的笔值啊 这个的值 是不是你看一下 是不是要这两个相加 相加之后变成是H2CO3 然后2H'加上CO3-2 那两个相加的时候 它的K就变成KA1乘KA2 对不对 好 然后你再去求这两个的笔值 这两个物种的笔值 好 懂喔 OK 那你就可以得到 OK吗 你心如 不是很明白 没有立即的清楚 这个有问题的举手 这边平吗 啊 嗯 因为你这边有一个这个嘛 这个 是等于KA1乘KA2 然后等于 啊 藏起来了 对不对 看得到吗 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 这一个式子是这两个式子加起来嘛 相加的时候平衡常数是相乘 所以是KA1乘KA2 那这一个式子是怎么写的 H正的平方 我写到这边来哈 你看 我快看不到了 对不对 那你我现在要的是这一个笔值 这一个笔值 就我现在要这一个笔值 那它不是等于KA1乘上KA2吗 所以你把氢离子的平方移下去 就是这个笔值 所以变成KA1KA2乘以氢离子的平方 OK 那同样的 你的 你要的资料都有 KA1 KA1也有了 KA2也有了 在特定PH值 所以氢离子也有 你就可以去算出 它的所占的比例 那最后这一个species呢 怎么算 那就更简单了 因为全部是E嘛 那就E减掉H2CO3的 减掉HCO3-的 那最后剩下就是它的 休息一下 我们等下来看氨基酸的 一会儿得到 你怎么办 要是卖帐的 我们下来看 我们下来看